中印战争 中印战争 在国内解放军战争期间 中国采用这个战术 打败800万国民党反动派 最终解放中国大陆 但是这个战术中印战场就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自这个地区 大部分是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地质和气候非常恶劣 尤其是从平原来的解放军战时 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出现呼吸困难 头疼 呕吐 全身无力的症状 很多人都怀疑中国军队能否打败 已经适应高原环境的印度军队 而且还是以少胜度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 就连走路都难受 怎么打仗呢 但是就是在这样环境极为艰苦的喜马拉雅山谷中 中国军队以4万军队击败了30万印军 在整个中印战争中 中国军队歼灭印军准将以下4885人 俘虏准将以下3900人 取得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最后胜利 这次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法宝就是 靠顽强的斗志和积极主动的战斗精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